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霍永强,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节目 今天因为有点感冒,声音可能会比较低沉 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有时都会在节目中提到 这个时代经常有一些荒谬扭曲的时事新闻 既是考验大家的智慧 更加考验大家的情商到底是多少 会否听了这些新闻之后会有激烈的反应 所以都要预先跟大家通报一下 今天第一节讲到这三段新闻 都有一些扭曲可怕 第一条是一个在网上流传的小事情 这篇文章是根据网上留言说到 在日本关西有华裔的女工作人员 因为面戏港人引起歧视而要自怯 在报道中说到香港人很喜欢去日本旅行 对日本人亲自的服务态度尤为崇拜 这几年因为中国内地人去到日本旅游的数目 是大量增加 由于这些内地的游客消费力特别高 所以日本的服务家里面 就多了一批懂得普通话的工作人员 方便和这些中国游客沟通 但很奇怪地 这种日本当地 因为要适应游客的性质改变 而做一些相应的服务至乎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不知为何 有不少香港人就因为这样觉得很妒忌 我早前也曾经看过一篇新闻 说到一个日本人因为一个香港的朋友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 引起很激烈的反应 而百事不得其解 而这种心态在很多时候都会出现 这个网民就在Facebook上留言 说日本的中国式国籍歧视服务围体 说他都在日本关西的JL车站 即他们的高速火车站 就被一个中国籍的职员歧视的经历 質疑为何这种服务态度 会去到日本 这件事情的缘由 就是因为这个游客去到日本关西旅行 去到机场就拿到一个铁路的通票 排队之前因为他没有打印到原先的通票证明的列印本 所以事先就问了当时的櫃台 并且确认是没有问题 才继续排队 但是他就说去到櫃台的时候 有个华裔的女职员态度恶劣 就问他拿预约证明书 并且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打印出来 这个当事人还形容这个女职员的样子 就好像同时集如语长片之中外母、奶奶 再加上后母的一副表情 而另一个职员就追问他到底国籍是什么 态度恶劣 而令到事主因为不服气就作出投诉 他并且问他这个当值的上司 为什么这个服务好像中国那样 然后这个日本上司就用敬语道歉 并且在事主的坚持投诉下 这两个职员就向他道歉了事 这个事主就说是因为自己说英文 而惹来的反感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反而见不到这个职员有多歧视 反而当事人似乎有些小题大做 说真的,当我去到日本的时候 香港人不说英文 说什么呢? 我又不太相信 有很多香港人都会懂得说日本话 而在当地虽然是增加了一些 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去协助 但数目其实也不是太多 未去到在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找到能够说普通话的人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不说英文又说什么呢? 而对方听到的反应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问你 在哪里来呢? 因为日本当地人的英文 其实一般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如果他知道我们游客 而你又能够说普通话的话 他们会尽量找回一些 能够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来帮忙 由于这几年 虽然日本不收移民 但有很多在中港台 或者澳门的留学生 经常都在日本留学时候 打下临时工 赚外快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想尝试 问你到底在哪里来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 如果你能够听得懂普通话的话 他当然更加希望用普通话 而不是英文 而跟你沟通 这件事并没有在网上有什么录影 所以到底谁是谁非 也很难判断 但也有很多人提到 这些很多时候也是香港人的坏习惯 去到外地往往表现一个特别的强势 甚至在很多场合会咄咄逼人 也有些人提到 也见过这个姓业的女职员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用普通话来对答 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何必要跟跟计较呢 认真说 香港游客其实声誉都很差 在没多久之前 泰国旅游业也有调查过 就说香港人在所谓麻烦客人榜上排名第二 而经常因为态度差 要求多 而且说话声音很大 而引起泰国方面不少旅游从业员的不满 香港人整天都嘲笑一些内地的旅客 说他们是乡人 什么都不懂 但实际上 香港游客的麻烦程度 在很多其他国家来说 随时更加不受欢迎 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 都还是反映在各方面 香港政府最近邀请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容来香港 为官员和政府公务员主持十九大报告讲座 本来这是正常不过的一些文化交流 以及对于新的十九大一些消息的通报 但是就被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涂钦针 就说这个讲座是很奇怪 不明白十九大报告和香港行政管理方面 有些什么相关之处 还说有关的做法是想凝造既定事实 要香港接受内地奇怪的文化 和做法 并且还说担心官员听完讲座之后 会有不必要的压力 还说当官员在施政的时候 会不会连同十九大 或者是习近平这套思想一拼考虑呢? 而这样是不是就影响了一国两制呢? 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明白 也很奇怪 为什么现在香港有这么多人 是要刻意将自己封闭在中国之外呢? 尤其是当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 有些事情都已经跟国际接軌 有些地方香港应该更加充分了解 但偏偏很多人就刻意违避这些实质的问题 在中共的十九大期间 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在关注 都在谈论 在会议期间 有超过三千个 来自世界不同国的记者参加 而有成百上千的外交人员 出席不同的座谈会 务求是令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 能够更加了解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从而是调整和配合施政方法 他们都了解到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的变化 但是作为中国香港特区的立法会议员 为什么会觉得多了解多认识 中国的施政和习近平的思想是危险 奇怪和容易受影响的呢? 这种闭塞的心态 和将头生入泥土的鱼鸟有什么分别呢? 还是他们在心里面 仍然带着一些想愚民的心态呢? 更加自私的 还有香港反对派的未来希望 学联学潮的王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的人 只是复兴了几个星期的商学三子 王之锋、罗冠聪等等 因为在被囚期间获得的待遇 向懲教署投诉 说囚犯的权益受损害 并掛自己在在囚期间被手伸盘问的时候 懲教署的职员要求全身赤裸蹲下 投望上三分钟才开始盘问 而且还引述其他囚友都涉及被虐打的情况 例如掌卦、渴马等等 他们还强调不是涉及个别的懲教人士 而是整个制度 要为这些囚犯们争取脱离腐海 表面上说到堂而皇之 但为何今天才提出来呢? 在他们被囚之前 他们父母就说 他连在家都不懂得收拾床铺和衣服 很担心他们入狱之后的情况 但这些在美国时代周刊 认为香港未来的人 只是一些为搞事上街不上学 就说这些是为了其他人的牺牲 但实际上只是贪威色食 靠搞事出风头来捐款 好了 只是入狱几个星期 又可以保释等候上数 然后再贩卖自己的所谓欲中生涯 将这些最有应得的行为 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行为 或者可以遮门一段时日 但随着时间等多的过去 这些湖运的事件尘埃落定 历史会告诉他们 得到的只是普罗大众的鄙视 休息回来 继续用大家时事观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